7.27特工煤化工,原因何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解禁煤总和利用部署上远立军在介绍现代煤化工发展的主要情况师也提到,2017年煤化工的产能和产量实际上并不大,跟135规划的要求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017年,除了年初刚投产的正能新添20亿立方米项目外,并无新增产能,其余三个为大唐克其13.3亿立方米,清华13.75亿立方米,会能4亿立方米。 环度仍然只是项目一期进程,在发布会现场记者了解到,2018年比较受关注的煤化工项目有两个,一个是中海油在厄尔多斯的项目取消了,一个是湖北即将会有一个40亿立方米的煤质性项目内入国家规划。 阮立军表示,中海油退出,厄尔多斯煤化工项目很大的原因,是其他行业都在逐步退出煤化工,当初进入煤化工的行业非常广,比如发电,世华,但随着进一步发展,对它的技术性,资金,管理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很多行业逐渐退出,湖北没有纪元,每年的煤质性用量,大概在42亿立方米,如果成立40亿立方米的煤质性项目,基本就可以满足当地地区的用气需求,加重了水资源的稀缺状况,被水和高低顾费处理起来的成本高,难度很大,技术上还没有完全成熟, 发展煤化工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锁定高碳发展路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煤化工发展了这几年,国家发改委也出台了一些约束性政策宝规,对市发工程和各项技术指标提出了较高要求,而且煤化工项目投资较大,大多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 有些民营企业也可以进入投资总量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投资仍需慎重,被水处理原来对于煤化工来讲是比较大的难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投入,采用空气冷却,零排放等新技术,现在的煤化工企业基本能够实施污水零排放,靠近煤矿地区的煤化工企业逐步使用矿情水, 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地表水,但成本较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性,由于受国家政策影响,煤纸油,煤纸气行业大都是亏损的, 专家告诉记者,过去煤化工项目审批是没有要求零排放,但现在要求要实现零排放,特别是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要坚决实现零排放,比如一山滑的煤纸气厅,打糖的煤纸气,软利均同样认为煤化工项目发展受市场经济性质运, 比如煤质气象较于进口气源,油是不大,而煤质油需要收消费税,这个消费税占生产成本的40%左右,所以对它们的盈利性和竞争性影响都很大, 无水零排放实现了,但又迎来新的问题,三费排放里的水,变成了费加工业盐,里面包含硫酸钠、绿化钠,如果不建议利用当作为被去烧,成本还是很高的, 专家提出建议,希望把费盐中的绿化钠和硫酸钠分离提纯,做工业原料加以利用,煤化工还存在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从近两年来看,煤质锡听和煤质乙二纯项目能够实现盈利,最介绍的项目和新开的项目都很多, 而且这两种项目不属于能源产品而是化工产品,不受国家审批,有地方审计审批就可以, 软利均日测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之后,很可能会形成相对的产能过剩, 比如像煤质乙二纯,去年的进口量也就八百多万吨,现在建成的,再建的,已建的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多万吨了, 几位专家都表示,煤化工还存在产品同质化问题, 因为煤质化学品生产出来都是大宗化学品,产品的差异性并不明显, 现在煤化工企业也在研制和生产精细的化工产品, 但是这些精细化工产品,相对来讲市场容量都很小, 可能也就几十万吨的量,很容易饱和, 未来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方向更多的, 应该是煤质多连产,产业集中化发展, 拓展煤炭作为原料的出路及精细化发展, 加强煤质超清洁油品及特种油品的研发与生产, 引入最先、新的信息技术和思维等方面, 煤化工项目最新进展, 记者根据会上中国现代煤化工的煤控实施日产业发展报告, 以及嘉宾讲话,梳理煤化工项目最新进展, 以享读者,2017年,除了年初刚投产的正能新添20亿粒方米项目外, 并无新增产能,其余三个为大唐克其13.3亿粒方米, 清华13.75亿粒方米,会能次亿粒方米。 环度仍然只是项目一级建成, 我国已建成煤质气项目,一级煤质气项目。 截至2017年,我国煤质油产能达到658万吨每年, 直接液化由于技术和煤重的特殊性, 目前还只有神华鄂尔多斯的108万吨项目。 间接液化的释放工程,原来都是小规模的释放项目, 如神华18万吨,伊坦和鲁安的16万吨, 眼眶于林伟来能源100万吨项目的投产, 使间接液化的规模突破了百万吨级。 而2016年12月,神华铭煤400万吨间接液化项目投产, 不仅使中国煤质油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而且也奠定了现代煤化工的基调。 我国已建成煤质油项目,我国已建煤质油项目。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建成煤质能总计2363万吨, 煤质产量达1821.8万吨,进口量215万吨, 较少年大幅增长30.5%。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建成煤质产能运为3023万吨, 产量达840万吨,进口量309.9万吨, 较少年增长6.75%。 截至2017年,我国已投产的煤质烯项目共11个, 和机产能720几万TA,其中CTO项目9个, 和机产能580亿万TA,CTP项目2个, 和机产能146万TA,已投产的煤质烯项目中。 最大的CTO工厂是中间和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最大的CTP工厂是神华铭煤, 我国已建成煤质烯项目, 我国已建煤质烯项目, 截至2018年一季度, 中国已投产17个煤和乘气质以二纯项目, 形成总计300万吨每年以二纯产能, 约占中国以二纯总产能的三分之一。 三个煤质以二纯项目在2017年陆续开车成功, 以投产煤质以二纯项目运行成绩提升。 我国煤质以二纯项目大部分集中在煤炭资源富极的西部地区, 其中内蒙古、新疆、陕西和机占总产能的53%, 而我国以二纯的主要消费市场却集中在华东、华南等地。 我国已建成煤质以二纯项目, 我国已建成煤质以二纯项目,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